手机市场在天生力军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支手机 它是支援4G LTE的目前国际主流规格 除了之外 目前录影功能再进阶 过去的一些录影已经不够看了 现在看到它可以支援 否则可以录影 解析度统统再提升 手机录影画质比一般的1080P高上4倍 就算翻到大萤幕看 同样超清晰 手机龙头三星抢工年底忘记 把日本热卖的JG种引进台湾 五次萤幕新艳机身 吸引年轻族群 不过同天开卖尬场的红米手机 来势汹汹 火焰中间许多兔子在抢手机 一旁的文字却写着 人太多啦 再等一下 号称CP值最强的红米手机 正式抢进台湾市场 官网12点正式开卖 一路塞车造成网路大当机 最后结果出炉 一万只手机在开卖后的9分50秒 全部媚光光 网路大塞车全都是为了抢购这个红米手机 不过你可以看到呢 这两只红米手机 它的界面怎么不太一样 原来是呢 红米手机特别开发出了这个老人模式 所有的APP都放大了好几倍 所以呢 老人家它在使用的时候 就比较不吃力 更加的方便 和小米机一样 可以下载的桌面主题高达上百种 孔极售价3999元 却搭载了4.7寸iPS萤幕 1.5GHz四核心处理器 1G的RAM 4G的储存空间 800万画素相机 支援双卡双待 规格通通不输人 再度新手电信商 预估销量将会再创新高 我们估计会一定会达高两到三倍 小米机热卖 雷军也预估今年全年营收会比去年倍增 达到311亿人民币 大约是台币1508亿元 雷军更喊出 明年小米有99%的几率 营收渴望超过500亿人民币 大约是台币2500亿元 对手华为也不是省油的灯 方正一幕简约外形 12月16号 华为将推出搭载联发科 八核心处理器的光荣机 Honor 4 除了以八核心处理器为卖点 还搭载了5.5次荧幕 再加上2G的RAM 1300万画素镜头 主攻旗舰市场 还向下将会全力阻挡 小米的低价公式 对这个中国品牌来讲 它进入台湾 就是一 它的品牌知名度要够 或者它找到的 合作的伙伴要够力 才会能够很快跟很迅速的 把它的整个市场量供起来 强占手机市场大饼 厂商各出奇招 就看谁的心机 比较获得目标族群的青睐 记者综合报道